6月3日下午,国策一大队2020珠峰高层测量队员从西藏拉萨返回陕西西安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迎接队员们回家 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拿满峰 据悉,前后共有120名技术人员在珠峰区域开展了连续运行基准站建设 水准、重力等测量工作,成功实现了国产仪器全面担当重任 重力测量踏上世界之巅,顶峰北斗数据获取等多个首次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测绘技术的综合应用 最后在风景工作了150分钟,这是截止目前的咱们国家登山队在风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以往就是50分钟,这回为了完成这个测绘任务,停留了150分钟 我们进行了经SS测量、雪深测量、重力测量、风景穿标的树立、气象数据的采集 完成了大量的任务,后来经过28号下车了以后,数据非常的好,尽量也非常的好 当日,共有29名队员集中返程,其余部分队员将在完成相关收尾工作后返回 还有部分队员主动请英,从西藏出发,直接奔赴其他国家重点测绘项目,测区开展工作 第一次经过大风口的时候,风特别大,然后我们那次就上790那次冒着暴风雪 很多就是风吹过来,人要站住,不然就会被吹走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是很辛苦的,我们要背着我们的装备 背着很多吃的,还有水,然后一直往上走,然后要克服这个风 其实是很困难的 下一步,外液测量数据将移交至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 陕西省第四测绘工程院 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也将同步开展质量检验工作 预计通过两到三个月左右时间计算出珠峰高程初步结果 感谢观看 假设计的阄计则 感谢观看